有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7月8号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作为打工人的你是不是经常把我很忙挂在嘴边呢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人们推崇忙碌 也将忙碌视为成功的前提 比如我们曾经听到商业精英说996是福报 在电视上也会看到所谓都市白领快节奏的生活 但是我们也要把目光转向自己 回想一下在你忙碌的时候 你是感到充实还是空虚 是充满干劲还是无可奈何呢 如果你是后者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你陷入了低效忙碌的陷阱当中 那到底什么是低效忙碌 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这种状态呢 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首先来看国内 7月6号 蔚来发布了他们的高速换电网络建设新计划 预计将会在2025年 建成覆盖众多城市群的换电网络 目前纯电动汽车的两大不能方式 分别是充电和换电 充电依然是当前的主流 特斯拉 比亚迪 小鹏等车企 都在主推充电 而蔚来北汽新能源以及宁德时代 则在换电的道路上进行探索 之前做空机构辉雄对蔚来的报告认为 蔚来正是通过武汉卫能电池服务 夸大了自己的盈利能力 而蔚来官方和多家投行 也都否定了辉雄的做空报告 同样是在7月6号 上个月通过了港交所聆讯的 明创优品宣布 他们港股二次上市的最终定价 是每股13.8港元 明创优品成立于2013年 并且在2020年的10月登陆美股 这是一家主打评价的杂货零售商 过去几年里 明创优品曾经陷入连续亏损 而现在他们回港双重上市 计划筹集9.08亿港元 明创优品对外表示 这笔资金将会继续用来开店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外 7月6号苹果宣布 他们计划在今年秋天 推出一个名叫 Lockdown Mode 锁定模式的新功能 来强化iPhone iPad和Mac 对于黑客攻击的防御 锁定模式开启之后 除了图片之外的 大多数信息附件将会被拦截 链接预览 某些网页的浏览技术 有线连接等功能 也会被禁用 苹果指出 锁定模式是一种 极端的安全级别 可以预防诸多形式的网络攻击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亚马逊的最新消息 根据TechCrunch的报道 最近亚马逊 与美国外卖平台 GrabHub展开了合作 获得了他们 大约2%的股份 根据协议 亚马逊后续 最多可以获得 GrabHub 15%的股份 同时亚马逊 将为自己的Prime会员 提供一年免费的 GrabHub Plus会员订阅 TechCrunch的报道认为 对于亚马逊来说 这笔交易能够鼓励 更多的用户 订阅他们的Prime会员服务 亚马逊也推出过 自己的餐饮外卖服务 Amazon Restaurant 但是在2019年 因为市场竞争失利 他们关闭了这项业务 那以上就是值得 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马上和你来聊聊 我们该如何避免 低效忙碌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不知道你日常工作忙吗 对于很多人来说 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 好像变成了一种常态 可能你也会习惯忙到口渴了 才发现自己一上午都没喝水 或者说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里 来迎接着加班 但是你知道吗 忙碌曾经并不是人们 所习以为常的状态 人们对于忙碌的看法 其实一直在改变 比如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 自由人对于工作 是持有蔑视的态度 甚至觉得忙碌是奴隶的象征 到了19世纪之后 忙碌又成为了贫穷的象征 人们会根据工作时长 来评判一个人的贫穷程度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预测 到2030年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 人们将有更多的时间 来享受一天的美好 可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代人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加轻松 甚至逐渐会认为 忙碌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比如说人们会经常讨论一些 科技大佬忙碌的工作状态 像雅虎总裁梅丽莎·梅伊尔说 她曾经每周工作130个小时 通用电器的前CEO杰夫·伊美尔特 也说自己生命的25年里 每周工作100个小时 而苹果CEO蒂姆·库克 每天早上3点45分就起床了 2016年的时候 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 和乔治城大学的两位营销学教授 做了一个研究 在人们的购物习惯当中 也发现了忙碌和地位的联系 他们的调研发现 人们倾向于认为 购买蓝牙耳机的人 会比购买头戴音乐耳机的人 地位更高 因为蓝牙耳机和忙碌 与多任务相关 而音乐耳机则代表着 自由和休闲 经济学人将这个社会现象 解释为替代效应 意思是 更高的工资 使休闲的机会成本更高 因为当人们休假 他们就放弃 挣更多钱的机会了 但事实上 许多人对此也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塞德西尔·穆莱纳森 在他的著作《稀缺》当中 把低效忙碌分为两种 一种是稀缺性的忙碌 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出于不满足而选择的忙碌 比如说 大家有着差不多的工作和收入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时间就是不够用 钱不够花 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 另一种叫做防御性忙碌 意思是 我们为了逃避真正重要的事情 来选择忙碌 比如说通过忙碌 来逃离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 来防御自身的无价值感等等 也就是说低效忙碌 占据着我们的时间 也消耗了我们的精力 当我们陷入低效忙碌的状态中 迎接我们的可能就不是福报了 而是对真正重要事物的忽视 以及对身心健康的恶劣影响 那么怎样才能够防止 这种低效忙碌呢 方法之一 明确自己的价值和目标 哈佛生液评论的专栏认为 在抵挡忙碌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 自己的价值和目标 大多数人都认为公正效率挑战 合作等等标准是好的 但实际上不同的人 对于这些标准的价值排序 并不相同 比如我们可以去思考 满足哪些标准 会让我们觉得 自己的生活和职业更有意义 那回答这类问题 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自己的优先级 比如如果你非常重视 勇气和挑战 那么就考虑在工作的 若干忙碌选项当中 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 再比如说 如果这一阶段的忙碌和自己的长期价值观和规划非常吻合 那么阶段性的让渡自己的休息时间也是可以接受的 哈佛商业评论也提到 这种价值驱动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拒绝一些和自己价值观不相符的忙碌 因为把精力投入到对自己更重要的任务上 能够带来更重要的结果 由于这些结果符合自己的价值取向 我们将会在工作或者是事业中获得更加充分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而不再用投入了多少时间完成了多少事情来衡量我们的成就 同时在拒绝低效忙碌的时候也就更加果断了 方法之二 明确自己的外部环境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他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提到 有的工作需要员工通过装作很忙来假装有意义 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和同事上司同行交流 了解自己的工作在组织之内在行业内是属于一个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 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 从而就可以更好地判断自己的忙碌到底有没有价值 方法之三 重新定义自己的工作 在明确了目标和外部环境之后 哈佛商业评论认为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工作 把工作看作是一门自己正在打磨的手艺 甚至在必须执行的任务和自己的目标之间建立一些关联度 比如说一个写周报的任务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打磨几个小技能的 包括复盘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管理 锻炼自己用更简单的文字把事情报告清楚等等 这个思路能够让我们找到工作任务和自己目标的一致性 让我们对工作更加感兴趣 不断打磨自己想要的技能 也会进一步地推动我们去做和自己目标更相符合 对自己更重要的工作 方法之四 学会主动休息 管理学大师查尔斯汉迪在他的自传 你拿什么定义自己当中特别强调了休息的重要性 他甚至认为休息和玩耍也是两件事 在工作之外人们需要给这两件事都留出充足的时间 查尔斯提出人们应该把休息和反省变成常规 因为人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反思过去一周 或者是一段时间以来哪些事情做得对 哪些事情原本可以采取不一样的做法 如果缺乏这样的省思时间 我们就很难觉察到改变或者是进步的空间 但在现代工作环境当中 组织和他人不会特别为我们安排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着重给自己安排周期性的休息思考时间 比如说查尔斯会给自己的安排是 每周会抽出一天在早饭之前外出散步40分钟 让自己的大脑漫无目的地游走 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抛开日常琐事来审视未来几周的优先级 其实大公司也有一些类似的理念 比如说Google在疫情之后 就发起了全球停工日 Global Day Off的制度 原因是Google认为远程办公 把大量的员工都淹没在了密集的视频会议和邮件往来当中 所以他们也制定了停工日 作为员工的离线时间 以便让大家来恢复精力 所以聊到这儿了 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觉得自己会陷入低效率的忙碌吗 如果是的话 你会用些什么样的方法来摆脱这种状态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另外今天是周五了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周的留言 在周一我们讨论低度酒的节目当中 听众贝尔贝尔说 可能是在柳叶刀中毒太深 自己早晚都会摄入咖啡 对酒精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听众喵喵数世都说 喝酒本质上是为了摄入酒精 既然都已经喝酒了 那何苦还要低度呢 不知道你的周末还有些什么样的解压方式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我们一块来分享吧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我们在下周一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啦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